新闻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内政部长纳豆斯里韩扎在努丁 向国会提成展延国安法多五年 并强调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和优化警方的调查素质 他还说那些反对延长法令的人 肯定是有意纵容罪犯扰乱国家安宁 然而在野议员哈尼巴尼克反驳说 国安法残酷又不公平 若是纳吉在有关法令下被扣留 他也会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政府有意把即将到期的国安法令 在延长五年到2027年 内政部长纳豆斯里韩扎在努丁 向国会提成法令时说 国安法能保护国家安全与和平 如果没有延长法令下的28天总扣留天数 恐怕会影响警方调查素质 他更强调那些反对延长法令的人 肯定是有意纵容罪犯扰乱国家安宁 游ル特斯里韩扎 尽管内政部长和一众再朝议员吉利护航 但带动废除法令的西蒙议员可是万般不愿延长法令 之前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前副部长哈尼巴狠批寒扎在努丁 根本不了解国安法性质极为残酷又不公平 他说有关法令犹如给予检察官凌驾于法庭之上的绝对权利 也能让警方未审先扣 哈尼巴说如果纳吉有一天在国安法下被扣 他也会奋不顾身挺身而出 极力反对 另外早前被国安法对付的公正党巴达林在野国会议员 马利亚成也反对政府延长法令 他狠批内政部辞举完全扭曲正义 强调国安法否定扣留者获得公平审讯和保释的权利 就算嫌犯获释 检控官依然可以援引国安法向法庭申请扣留嫌犯直到上诉结束 而且法庭需无条件遵从不能拒绝申请